在中國古代,有句話叫《聖人出黃河清》 千古奇書《推背圖》也曾預言 黃河水變清澈將有真命天子或聖人降勢。 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大裂看世界 2024年剛剛開始,黃河水竟然罕見變清了 據大陸媒體表示,並不僅是感覺 資料也證明黃河變清了 逐浪滔天的黃河變清了 這是什麼徵兆? 歷代王朝在走向滅亡之際 都是天象異象不斷 例如宋史就記載了南宋滅亡前天空變赤 流星墜海的異象 每當南宋試圖反抗滅亡的命運 總會有巨風、黑氣聲空、風雨龍霧跳出來 而在中國大陸,最近幾年來更是異象不斷 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異象更是一個接一個 例如在2022年的天空就出現了三次罕見的天象 2022年5月7日晚,浙江丹山天空出現一片紅血 就好像末日景象 2022年7月25日傍晚,鄭州上空出現綠色天空 2022年10月9日晚7點,山西聚成的天空出現彈簧月亮異象 另一個罕見異象就是連續幾年天降下雪 例如2022年8月20日凌晨開始 新疆阿勒泰地區突然下大雪 2022年9月22日河北下大雪 2023年7月18日,在中國青海天晉苑木里鎮 又下起厚毛大雪 除了下雪,還有一個最大的異象就是黃河水變綠勒 在2023年4月左右,山西延安、黃河湖口瀑布更出現了萬年不遇的異象 黃了幾千年的河水竟然變成綠色 被中國人稱為母親河的黃河 是上天赤與中華大地的兩條龍之一 這兩條龍,一條長江,一條黃河,行古不變 捕獄著中華五千年文明 而到了中共執政期間,長江斷流了,黃河變綠了 而這兩大異象都是一年之內所發生的 都是萬年不得一見的異象 為什麼這萬年不得一見的兩大異象? 我們今天都遇到了 到了2024年1月初,上天又一次降下異象 黃河又一次變青了 據大陸媒體《狗派新聞》報導 有民眾在黃河湖口瀑布遊玩 拍了清澈的瀑布和遠餘銀色絲帶的河流 網友紛紛吊罕說 那跳入黃河可以洗青了,可以改名了 而知名的黃河湖口瀑布 是黃河最大的天然瀑布 由黃河流為京進合谷時形成 東圍山西省,呂良山脈南端的火焰山 西圍合西省黃龍山,黃河幹 崩流流至此,上寬下宅,水流直下 河水收縮合余湖口 顧名湖口瀑布 是中國的第二大瀑布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黃色瀑布 最大瀑布面達3萬平方公尺,極為壯觀 大家知道,黃河的總長度大約是5463公里 它的流域面積達到75萬多平方公里 是僅次於長江的第二長河 黃河發源於青藏高原的巴顏克拉山北部 自西向東流京王土高原駐入渤海 自古以來,黃河的河水水色混濁深黃 有不一碗水半碗都是沙一石河水綠豆沙的說法 黃河之名由此而得 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黃河水一直以來都好像一鍋沸騰的黃泥湯 1977年錄得最高含沙量達920公斤 有民眾就吊旱,所以在民間還流傳著千年難見黃河清的說法 所以在民間就流傳著千年難見黃河清的說法 飄入黃河水洗都不清,最初用來形容黃河的混濁 但今天就好像不是這樣一回事 在2020年初到2021年期間就出現過 黃河大橋下的水前所未有突然變清 這是幾百年來難得一見的歧視 黃河水本應就是應該黃的 但自從2020年初到持續到現在 中國黃河大橋下的水前所未有的突然變清 這是幾百年來沒有的歧視 據地質史專家李岳榮考證 歷史記載黃河清最長的一次是1727年 黃河澄清二千多里 然而發生在本世紀的黃河清 持續時間之長遠超過記載 實在是史所罕見 在中國古代有句話叫聖人出黃河清 三國時期魏朝的李康在他的著作《明雲論》中提到 呼黃河清二聖人生 明朝羅冠宗在平山冷宴第8回表示 普天有道聖人生大地山村盡效令 陳族賞英淘汰盡 黃河萬里一時清 換言之聖人出現的時候 大地山村都會傳達靈異 陳世宗的污染會被淘汰 萬里黃河變得清就是徵兆 唐朝著名的預言推背圖中也曾預言 黃河水變清澈 將有真命天子或聖人降世 據推背圖第54象中簽約 屢屢落落殘其一局 剁色久安需笑亦哭 重若不分牛鼠與牛羊去無存日常清強 幻中自有真龍出 九曲黃河水不禍 是指匹極太耐 幻與將有真命天子或講聖人出 而諸葛亮的馬前科亦預言 拯救患難視為聖人 意思是說在今次人類大劫難的時候 聖人就在這個最危難時刻延伸拯救世人 轉危為安 邪惡勢力全部清除人類進入新紀元 我們頻道這幾年解過太多的預言 發現古今中外的著名預言當中 幾乎都一致地說 目前這個特殊時刻 人類將會有大劫難 而在劫難之中 將有聖人出世拯救人類於危難之中 並引領人類進入無比美好而光明的未來 我們頻道在之前的節目中 亦依據各大預言詳細地破解 出世聖人到底是誰 大家若有興趣 不妨再看看這些預言節目 例如劉伯溫和諸葛亮的預言 歷史上除了聖人出黃河清的說法 還有一種說法是 何當逐而反稱 陰慾為弱 將視黃河清為一種叛亂 不祥之征 例如在西元1127年宋徽宗的靖康之難 1403年明成祖的靖難之變 1727年雍正四年的大屠殺 這些年份都出現過黃河清 據後漢書 商階轉載 漢緩帝 劉智緩帝 延期八年 九年 黃河連續變稱 當時朝廷上下 皆為之 睡場之兆 但東漢著名的方氏商階就認為 何者 諸侯為也 清者屬若 俗者屬陰 何當逐而反清者 陰慾為弱 諸侯欲為帝 據《水晶著卷五人逐漢書》記載 當時商階情尚就疏話 春秋的經文和轉文沒有河水變稱的記載 但今天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逆潔作道藥 上天將有吉兆下降 河水先變稱 經防逆轉話 河水稱天下平 如今上天超視反常的月兆 大地出現妖異 民間疫病流行 這三種情況同時出現 黃河水就變稱了 春秋中輪 緣吾該出現而出現 孔子將這個當作 再而記載下來 河是諸侯的徵象 稱是光明的徵兆 黃河變稱難道是諸侯襲擊京師的御兆嗎? 次年漢門帝駕崩 徵召解族後來做漢室的後樹 這就是漢寧帝 建靈四年二月黃河又清了 據明活學者故然無歸類整理的事例 緣帝九年何清 明年帝崩 寧帝以解族停後入計 北齊武城帝時何清 後十二歲 除有天下 除讓帝時無陽 龍門數次何清 唐壽涉 今位超王氏何清 後四歲 孫中立 袁順帝自正二十一年評錄以下 黃何清 五百餘里 明太祖 興自其後 游面 游艷 明正德 何清 世宗以興 黃即位 太昌 何清 崇禎 信 黃即位 也就是說 黃何清的異象顯示著人間 將有大變局的悼力 這個變局我們解讀為未來人類將發生世紀大災難 也就是神清算人間邪惡的時間 也是中共滅亡 中共黨魁倒台的時間 所以 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各種異象 所有都是在此超視著中共紅潮遙遙慮 的確確已經走入了道計時 隨時會崩塌 而那些僅僅中共之人 還不趕快跳選? 好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談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 見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